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厚乐园的南门出来后, 在前往岗山城的路上, 沿途紧临着旭川河岸旁有着许多茶屋及食堂, 走累了可以找一间店家, 坐在店内饮茶,用餐, 享受着河畔边眺望着岗山城的美景。 来到了越剑桥, 越剑桥跨越了旭川, 连接了厚乐园和岗山城。 在之前这里是有一个码头, 要往返两大景点只能搭渡船而过。 后来在1954年岗山旅游博览会的时候, 在续川上架设了这一座钢架的越剑桥。 如此更方便游客来往于岗山城和后乐园之间。 而这一座钢架结构的桥梁, 在柯南的卡通动画片中, 柯南和他的同伴们正式跨过了这一座桥。 来到了岗山城天手下, 许多游客都会在此驻足拍照着。 作为来到岗山城到访的见证, 岗山城建于1576至1599年, 是最古老的七大城堡之一。 即使后来因为1873年日本的废城令, 即1945年世界大战的战火轰炸下而几乎全毁。 但在1950年将残余建筑列为重要文化才保护者。 1966年日本重建钢筋混泥土的天守阁。 之后逐年进行相关整修。 墙面黑色涂漆的岗山城, 与对岸的岗山后乐园。 搭配着中间隔开的续川。 结合而成为岗山市景色优美的景点带。 沿着石园通过廊下门往前行。 来到石园上方可以看见岳建鲁。 岳建鲁为池田市掌管岗山城时。 城主池田忠雄于1620年间所建。 是一座兼具储藏、守备、赏景的多功能鲁门。 鲁门上的窗户未便于防备的五褶窗, 及透视御敌的石落。 岗山城在历经多次灾变, 战火及英费城拆除大部分建筑的情况。 岳建鲁却奇迹式地被保留下来。 因此被列为日本国指定文化才。 岗山城历经与喜多市。 小藻川市。 石田是三个氏族的十四代城主。 石园结构在不同城主整修时遗留下不同的特色。 岗山城是日本城堡较早期便已修整完成。 城池石园的石块都是使用原始石园所建筑而成。 后来岗山城走上费城意图。 整个建物剩下天守、岳建、西枝丸西守及石山门。 加上二战期间,天守、石山门在空袭中烧毁。 后来直到1966年时才以钢筋重建天守。 就是现今所建的岗山城。 穿越岗山城不明门后,就可以看到有着乌黑发亮的外观的岗山城。 在阳光照耀下,如同一位神文冷静的黑武士。 因自焕发树立于眼前。 因黑色的外观犹如乌鸦一般光泽的茅塞。 所以也被称为乌城。 有着六层楼高的天守阁。 岗山城的天守阁特殊之处在于。 两楼构造的建物由大、中、小重叠三次。 成了今日三段六层的样式。 据说因原本地基的地形关系。 天守的石墙和第一层的平面成不等的五角形状。 让整个建筑因有着长方形、正方形和平面之层叠形状。 从不同角度欣赏天守熊姿,皆有着不同样貌。 岗山天守阁外是乌城公园。 属于免费参观的区域。 要进入天守阁内参观就需要购票进入。 使用了一早在厚乐园所购买的连票。 在售票处兑换了门票就可以进入天守阁内参观。 岗山城江湖时代是岗山泛泛厅所在地。 是岗山市区中的地标建物。 天守阁曾经在征战时期付之一具。 于1966年重建完成。 2006年被选为日本100名城之一。 与记录城的雪白成了对比。 而两座城堡是关西地区最有特色的黑白相配的名城。 岗山天守阁内有着现代化的设施。 有着电梯及空调设备。 身处于内相当的凉爽舒适。 共有六层楼的岗山城中也展示着许多相关历史资料。 参观动线可先搭乘电梯来到四楼后。 再步行爬阶梯至最上街处。 于最高层的六楼眺望城下亭的美。 可以360度眺望岗山的世界与后乐园的美景。 岗山城于2021年6月1日起因重大整修而关闭。 于2022年11月3日重新对外开放。 正是450年前岗山城建成的纪念日。 如今参访的岗山城是刚整修完成的样貌。 整修后的岗山城里设有全新的现代化区域。 介绍着岗山城悠久而著名的历史。 这座古城因独特的造型和从数公里外就能看到的黑色醒目外观。 受到当地人的喜爱以及来访游客的钦佩。 因为天守阁是在1966年重新以钢筋混泥土重建。 所以楼层间的阶梯并不像其他的天守阁阶梯狭窄而陡峭。 而是宽大而平缓。 旅客于最上层内。 由六街上下到五街相当轻松自在。 来到了五街。 利用了投影技术展示介绍昔日的城下亭。 透过投影展现而出。 让游客体验着当时的城主与城民的日常生活。 在中间处也展示了金箔的闪耀金虎。 而金虎是日本天守阁的必备装饰。 在许多城堡内都可以看到展示金虎的样式。 四阶层内这里展出钢山城开山始祖与喜多士。 与之后的城主小早川秀家。 以及最后掌管钢山城十一代的池田家的相关介绍。 墙面文字介绍着与喜多之家跟钢山之间的历史。 还有钢山的历史及发展介绍。 面对着天守阁内介绍。 有着亮丽的色彩的搭配。 在与馆内柔和的光线结合。 文物的展示及动线的规划。 处处看得出日本的用心规划与维护的精心。 透过这些华丽展示。 让世人透过这些展示能够更了解历史眼镜的脉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到了天守阁内的三阶处。 三阶是介绍改变日本战国时代的重要的一场战役——官员之战。 而这场战役分别被位于钢山地区。 三位武将与喜多秀家、小早川秀秋、池田徽政造成很大影响。 官员之战后。 德川家康将钢山城分封给背叛西军改投东军的小早川秀秋。 也是封城秀吉的养子。 因为其突然倒戈背叛。 而史官员之战局是逆转。 因为小早川秀秋因为没有子嗣。 所以封地被收回。 钢山城改分封与池田中继。 之后池田家在钢山城延续十一代。 直至1873年颁布费成令。 二楼介绍的则是比较近期的钢山。 也就是江户时代的钢山。 主要是提示田光正跟钢正两位武将及他们的历史资料。 而这次钢山城的改修。 还特别请钢山出身的历史学者姬田道使负责兼修。 让整个钢山城的历史更加的完整。 来到了一街处。 这里有一小小的乌城咖啡厅。 贩售着多样化咖啡及饮品。 走累了可以在这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也可以是其一旁战国时代比例大小的战马。 摆上骑乘战马出征战场的英姿。 还可以体验市城席日君主的驾龙。 感受一下席日武将出循的威风。 而其他处所设有许多的体验设施及让游客拍摄的景物。 能让参观的游客能亲身感受刀具、枪炮的重量。 这里有一些能拍纪念照及体验的设施。 而这些设施也完全开放给旅客使用及拍照留念。 让到访的游客带回许多相当有趣的纪念照片。 有着来到岗山城满满的回忆。 而这些互动体验设施。 在疫情严峻时候。 可是完全不开放给游客体验的。 如今疫情过了。 整个岗山城内充满着从各地来访的旅客。 来亲眼一睹岗山城的特殊样貌。 海外观的厌野兴。 她的后面跌下绅在游客里面的学校。 如果这些娇业状况 functions, 你的仕在 coffee里面的参观有限画正在不同型的各地呢。 这些娇与广角的大分级。 她的佳地这些娇业状长的奇远。 开放的两个人。 开放的音乐。 seine娇与广角, 对来自娇与广角, 我平仙也会聊天。 日豹身, 开放的颜色。 提供了好玩的互動設施後,在通往地下一樓層還有一個屬於介紹忍者的區域 忍者是日本自聯倉時代之江戶時代出現的一種特殊職業身份 其工作類似現代的特務間諜與情報人員 最後一區是伴手禮販賣店,同樣有販售岡山城專屬的伴手禮 岡山城也有提供行李寄放置物會,提供給攜帶行李的遊客方便的服務 離開了天守來到了不明門 岡山城在發掘整建時,出土了與喜多秀家時期的金箔瓦片 在建造城堡時,整個城堡的主要建築到處都使用了金箔瓦片 這顯示了封城政權下有勢力大名的尊嚴 因此岡山城也被稱為金巫城 在明治時代,岡山城的御殿、魯、門大半都被移走 護城河也只剩下內窟 其餘的都被埋沒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岡山更遭受空襲 導致岡山城的天守及石山門燒毀 目前城中的兩個魯、石垣以及內窟皆保存至今 不明門、廊下門、61頁目上門 其一部分的是重建後的樣式 而城中的越建魯及西之丸西手魯為重要文化財 每座城堡都相對因一個當地的歷史故事 仔細探究之下可以了解更多當地的歷史與文化 順著筆直的岡山城內下馬橋而行 兩側是昔日的護城河 對面的建築是岡山縣立圖書館 這趟岡山城走下來 岡山城的天守是目前走過的日本天守中 是環境最舒適、最有樂趣好玩的天守閣 非常值得來探訪的一座百大名城 當然也是走過的城堡中 是最沒有櫻花的一座城 對比白色的基督城 出訪時曾被那滿城盛開的櫻花所驚訝著 準備要離開岡山城前往徐川河岸了